大家好 歡迎收看刑途置業 我是節目主持人Jessefine 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不和大家介紹樓盤 那麼單調 這期節目是想和大家談一談 講一講我們買樓的住意事項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的觀眾朋友 越來越多就在大陸這邊去置業 但是對大陸這邊的話 肯定是不夠對香港那邊那麼熟悉的 所以在大陸買樓的話 會經常遭遇了很多的疑難雜症 遭遇了很多問題 現在Jessefine今天和大家 一一去講解一下 我們買樓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在大陸那邊置業的話 你首先買樓肯定會考察 它的區域發展的情況問題 其實買樓對它的區域位置 選址來說其實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你先要選好你的區域 你覺得它有發展潛力 或者你是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投資還是自住退休養老 你根據你自己的需求去選擇了那個地方之後 那個區域 整個大的一個區域之後 你再去在這些區域裡面 根據你自己的一個預算 你一個預算 你一個需求 你一個個人的一些對項目的要求 一一去篩選了 篩選出來 然後篩選出來之後 再在篩選的樓盤裡面 再去逐一去比較 既然的話 你來到項目的話 其實最注意的話 是有幾點的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樣 先留意一下它的開發箱 開發箱的一個大小 有些開發箱它的實力越豐厚 其實對大家買樓的一個保障來說 是更加好的 例如上市的開發箱 以及個人的一個房企 它是有區別的 因為你上市開發箱的話 政府對它的管通是更加多 要求更加嚴格 所以對我們來說保障是更加高的 還有你的這個開發箱 它近期的一個集團的一個發展的情況 這也是比較值得留意 關乎到你後期 它會不會難尾 它會不會未來的規劃 可不可以按照現在 和你買樓的時候說的一致的發展 還有的話 就是它後續你收樓之後的一個物業管理 這個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同一個品牌的開發箱 它交了樓之後 那個小區的一個物業的一個運營管理 這個大家也可以參考 這個就比較重要 因為你居住了下來 你這個小區住得舒不舒適 它的物業管理運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是我們選樓的第一步驟 先選位置選選子 然後選開發箱選它的一個物業 其次的話我覺得再是價錢 這些都是其次的 先選好這些是比較重要的 大的方向確定了 我們再慢慢去篩選下來 來到了項目的話 其實有哪幾點是要注意的 來跟我過來幫大家一一講解一下 大家來到開發箱這個樓盤裡面的話 其實有幾點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的一個項目的一個項目的一個具體的情況 那麼這些就不再一一二論 那麼這些就不再一一二論了 來到樓盤這裡的話 有幾點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五證兩書 基本上根據它我們大陸這邊的一個法律規定的話 你售樓部裡面都是要公示我們這些五證兩書 這樣才是整個規定的 那麼我們買樓的話 最緊要一定要看清楚它有沒有五證兩書 然後五證兩書 對應你買的那個項目的資料是否一致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的話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我們一個商品房的預售許可證 有這個預售許可證才是可以買賣的 那麼大家到時看樓的時候就一定要了解一下這些 包括我們的建築的一個工程師公許可證 規劃許可證 然後這些都是會有公示出來的 還有其實買樓的話它的那個合同 買賣合同的話它都會有一個副本 即是預售的一個示範的文本在公示出來的 那麼其實每一份 即是同一個樓盤它每一份的買賣合同 它全部都是一致的 除了你私人的內容 即是你自己的個人資料 和你買的那個單位的大小 這些是有區別之外 所有的那個格式它全部是一致的 是這個是一致的 那麼有時候很多朋友會問我 哎呀我這個我覺得它這一點寫得不對 我想它改一下改一下 那麼其實是改不了的 因為這個是改了它就不合法了 它只有這樣按照它的文本 才是有那個法律後力的才是正確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有這種想法了 希望它改改根據你的那個想法 是不行的 那麼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些項目它是帶裝修的話 它開發商它會在下面 它會標注它裝修的那個品牌 有些會做得很公正 即是很規範它就會標注它的品牌 有些它就會標注了哪一部分是有的 所以大家買樓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裏看一看 在收樓簿那裏看一看 了解清楚這些東西 它會到時 裡面的話它會包括整個圖子 整個你這個單位的詳細的情況 還有其他包含的東西 全部都有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而且的話 買樓你不要只是聽它的好的一點 你也要聽一下不好的東西 正確的示範的話 它會公示一些買樓的不確定性因素 在樓盤這裏給大家知道 因為買樓肯定銷售都會和你說美化這些東西 但是周邊有些不確定性的因素 大家都是沒有辦法去保證的 包括政府也好 包括開發商也好 銷售也好 它沒有辦法去保證 所以這些不確定性因素一定會存在 好像紅線範外外是起什麼 這些不確定性因素 開發商有義務是標注在 讓大家清晰明了的 大家看到這些不確定性因素 也不需要太過去害怕 怕到時會有什麼造成不好的影響 這個其實問題不達 因為每個樓盤都一定會公示 都會被大家清晰去知道 每個樓盤都有不確定性的因素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除了我們了解五證兩書 了解開發商的大小 了解物業 其實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看示範單位 大家會覺得看示範單位有什麼好注意呢 對就不對就不對 其實不是的 我個人認為看示範單位最好的一點就是 這個示範單位是建在實體樓裏面 因為這樣建在實體樓裏面的示範單位的話 它才是最正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的大小 你的位置空間 如果在實體示範單位裏面的話 它就不能更改了 加樓一定要按這樣建給你的 因為你的示範單位 那些承寵場 主力場這些沒有辦法打的 它的示範單位在裏面 以未穿整棟 未來交樓應該都是這樣 因為很難進行大的改動 除非是內部的一些小裝修 如果承寵大的一個框架 是很難改動的 但是好像這一種的話 在售樓裏面 整的搭建的這些示範單位 我個人覺得 這個是大家需要注意 因為有時候大小 沒有辦法做到好像實體樓這樣 一樣精種 可能會對到時的大小 會有小微的一些不差 這一部分都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一件事 今天的話 就跟大家先說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於買樓 有任何的一些疑問 或者是更加想要了解得清晰些 可以聯繫我們下面的聯繫方式 和我們在我們這條視頻下面留意 我們下期節目再帶大家去了解更多 關於買房方面的知識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